蛋蛋面的由来 蛋蛋面是四川民间极为普遍且颇具特殊风味的一种著名小吃 此面色泽红亮 麻酱浓香 麻辣酸味突出 堪称川味面食中的嚼嚼者 清朝时期在自贡有味名叫陈包包的小贩 他挑着担子游走在胡同街巷 叫卖面条 内饰的担子分两头 一头是个炉子用煤球烧着 炉子上面加着一个小锅 锅里面有热水 另一头是一个水桶 里面装着各种筷子和玩具 陈包包用扁蛋挑着这些东西 沿街叫卖 由于他卖的面不仅味道可口 而且分量也足 深受当地老百姓的喜欢 久而久之 蛋蛋面就这样传开了 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 蛋蛋面发展成了现在的店铺经营